目前买iPhone,想不到这名女子不是收到新手机,而是拿到苹果口味的优格。 据新浪财经报导,这名来自中国合肥市的女子姓刘,她在2月16日在Apple官网花了台币约43000元,下定一只新的iPhone 12 Pro Max。 两天后,刘女收到一个包裹,里面似乎装着她新买的手机,打开包装后让她大吃一惊。 因为里头装的不是iPhone手机,而是苹果风味优格。 刘女表示,她并非直接收到包裹,快递人员叫她去住处附近的一处置物柜自行领取。 起初,刘女拿到包裹时,外观看起来十分正常,不料打开后,发现包裹已经遭到拆封。 看见里面装的内容物不是iPhone,刘女马上联络快递人员,但对方并未接电话。 同时她还致电Apple,但客服也没有接,因为当时夜已深,他们早就下班了。 30分钟后,刘女打电话给警方,但警方建议,她隔天再打给Apple询问该如何解决。 于是隔天,刘女再度联络Apple,而对方表示,获知这起案件后,需要两天的处理时间,但之后就无效无期了。 同天,刘女去到宾湖区警局报案,警方在2月25日展开调查,发现手机已经被启动,而且正在使用中。 经调查,警方在2月28日,确认嫌犯是一名姓公的男子。 审问后,公男坦言,她调包了牛女买的新手机。 公男也坦言,她在2月6日到18日期间,在合肥来回时,都带着这个包裹。 在这个期间,她抓到机会偷偷拆开包裹,并且取出里面的新iPhone。 虽然已经抓到凶手,不过刘女还是感到很不满,特别是Apple客服的态度。 3月1日,Apple联络刘女,并且提供她一项退款的方案,不过她直接拒绝。 刘女表示,2月16日买了新手机,她在问题发生后,就联络了Apple客服。 但他们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提供退款方案,这种消极的服务,让人难以接受。 近期,刘女找来一名代理人要和Apple谈判,她表示,她这么做不是为了赔偿金, 而是要处罚Apple对客人造成心灵伤的伤害。 刘女甚至提到,如果她方与Apple无法达成协议, 那么她会考虑针对此事提出诉讼,以保护身为消费者的权益。 巴哈马的海滩,竟然出现了一颗写着俄文的神秘金属球, 据说是某个飞行器的部分零件。 2月24号当天,一位英国女子和她的家人在哈勃岛上散步, 24岁的曼妮·克拉克在沙滩上发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球。 克拉克向独立报表示,我们去了跟平常不一样的地点散步, 发现了这颗闪跃的银月球体从沙子里面露出来。 挖掘了这颗球的周围,并且靠近查看之后, 克拉克发现这颗金属球上面写了俄文。 上面的俄文写道,这个奇怪的物体操作温度范围在摄氏零下170度到摄氏零下196度之间。 这颗球是2018年制造的,容量约为43公升,最大重量约为41公斤。 不过因为时间晚了,这个球体又拿不起来, 克拉克和他的家人只好没带走他就回家了。 隔天,克拉克带着6个朋友回到沙滩上,帮他挖掘那颗球。 有飞行器专家认为,这颗金属球很有可能是连安推进燃料槽, 是发射卫星的无人飞行器所使用的燃料槽。 英国利兹大学的副教授Sarah Husspeth表示, 由于古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提供古巴各种设备, 因此该物体可能是来自于古巴。 不过,这颗金属球是怎么被冲上巴哈马海岸依然是个谜团。 英国的研究创新局Martin Archer博士表示, 大多数返回地球的卫星或是卫星零件都会掉进大海中。 Archer博士表示,在受控的情况下, 航空署的操作者通常会瞄准这些东西, 让它们在飞行器墓地中脱轨并摧毁。 而所谓的飞行器墓地位于南太平洋无人地区, 该地区大致以大洋的南地集为重心。 Archer博士也表示,这颗金属球体可能是意外被风及洋流从墓地带到了沙滩上。 英国南极调查局所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2月26日,南极州有个巨型冰山从150公尺后的布伦特冰架崩离而生。 此冰山面积达1270平方公里,比纽约市的面积还要大。 冰山从冰架断裂,而此分离的过程称之为冰裂。 不过调查局早在近10年前,就首次侦测到此大型裂缝。 调查局在布伦特冰架设立了哈雷研究战。 早在2月中旬,发生冰裂前,驻站的12人研究团队就已经撤离此地。 其实去年11月时,调查局就预测到会发生冰裂。 当时一处称为北裂缝的裂口,一路延伸到另一个位于35公里外的大型裂口,且该大型裂口临近冰蛇。 北裂缝本身就是穿透冰架的第三大主要裂缝,在10年前就处于活动状态。 1月时,此裂口就以每天1公里的速度加剧。 2月26日,周五成间,裂口又扩大数十尺,最后直接从冰架分离出来。 调查局局长Dame Jan Francis教授表示, 调查局的团队已经为这座从布伦特冰架分离出来的冰山做了数年的准备。 该团队从高准确度的GPS仪器,以及源自于ESA、NASA和德国TerraSarX卫星的卫星影像,自动获得冰架的每日报告。 局长表示,所有资料都送至建桥进行分析,所以才会知道南极洲冬天时将会出现冰裂。 事发当下,战内人员已经全数撤离,环境一片漆黑,且温度更是直接降至零下50度。 作为预防性措施,调查局团队在2016年时就将哈雷研究站搬到内陆深处。 团队成员一直工作到2017年南极洲夏天为止。 调查局的作业主任Simon Garrott表示,早就预料到此是冰裂的情况,四年前已经将哈雷研究站迁到内陆,确保冰山分离时,研究站不会跟着分崩离析。 这真是一项明智的决定,现阶段的工作就是要监测冰裂的情况,并且评估目前的裂口对于其余的冰层潜在的影响。 也要持续评估应变计划,以估计人员的性命安危,保护研究站,并维持哈雷研究站的知识移转。 仍未知此次冰裂事件会对未来造成何等影响。 调查局将持续进行监测。 局长也表示,未来数周或数月,冰山可能会移动或搁浅不动,同时也会往冰盖靠拢。 诶,这么大只的虫虫到底是什么啊? 澳洲布里斯本的Pam Taylor和家人前往昆士兰的摩顿湾区坎普山旅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巨大生物。 他看到了一种有翅膀的昆虫。 嗯,不就是一只鹅吗? 不过,这一只鹅可不是一般的鹅,这一只鹅的展翼后接近25公分大。 Pam于是拍了几张这只巨大灰鹅的照片,在2月23号分享到了脸书社团《澳洲业余昆虫学》。 其中一个账号名称为West Taylor的成员也分享了拍摄书页的照片。 书上指出,这一种鹅叫做巨人木鹅,体型非常巨大。 巨人木鹅据称最长展翼能够到220公分。 而根据澳洲博物馆指出,巨人木鹅是世界上最重的鹅,有些此鹅重达30公克。 这一种品种只会出现在澳洲与纽西兰地区。 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上,一处由白雪覆盖的山谷中有一座遥远的湖泊,湖中具有数百名人类的骨骸。 因此,这一座湖被称为骷髅湖。 骷髅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路普康湖,走落在海拔5,029公尺的高山上。 该湖泊位于特里苏尔峰陡坡的底部,特里苏尔峰也是印度其中一座高山。 根据Life Science的报道指出,1942年时,英国森林护卫队首都于湖中打捞到约800名人类的遗骨。 根据期刊《自然通讯》记载,一项由Aidin Harney所领导的团队深入研究此事后, 约2019年时发现,死于此湖中的人类里面至少有23名南亚人。 其他14人则有地中海东部民族的典型系统。 除了遗骨的族裔类型外,期刊也提到说,南亚祖先的遗骨源自于西元800年, 而其他的遗骨则是要追溯到西元1800年。 这些差异显示,湖中死掉的人源自于不同时期, 再加上由各祖先的稳定同位素测量证实, 他们所摄取的食物来源也不一样。 但目前没有资讯显示,为何西元1800年时, 会有一群地中海民族出现在喜马拉雅山的一处遥远角落。 美国一位记者Douglas Preston曾进行过一项研究, 并刊登在纽约课中, 其中提到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 1950年前有任何地中海人曾前往此区域。 这一个现象也让许多人开始感到好奇。 而根据BBC的报道, 有许多人认为, 一股是1841年印度军队攻打西藏时所留下的, 当时他们要从喜马拉雅山回到印度时, 在半路上不幸身亡。 另一项强而有力的假说, 则是源自于当地的神话故事。 据传, 此乎是遭到愤怒女神南达德威所杀害受害者的坟场。 相传当时有一名国王和其追随者, 在一场聚会中做出了不恰当的行为, 让南达德威勃然大怒, 因此制造了一场如铁一般坚硬的地狱风暴, 杀光了在场的所有人。 根据纽约课的报道, 一位名叫做Vena Mishraff-Tripathy的生物考古学家表示, 若是进行研究的骨头有任何疏失, 或是拿错骨头剪体, 都会使调查结果发生偏薄。 他也提到说, 要是能够仔细挖掘, 或许就能够解开此谜团, 特别是这些遗骨, 到底是如何掉进湖中的。 领导哈佛的古代DNA研究的Edan Harney告诉BBC说, 这些遗骨的死亡时间并不相同, 推翻了先前在单一事件中集体死亡的说法。 目前人不知道此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它们的死因, 并不是由单一事件所造成的。 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指出,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新创公司, Orbital Assembly Corp, 计划于外太空打造全球第一间太空饭店。 目前已经达到100万美元的募资目标, 将于2025年在低地球轨道动工。 这一项计划被称为Voyager Station, 预计最快在2027年开幕。 中文明称为旅行者站的基础设施, 将建在环绕着地球的轨道上, 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型轮子, 透过旋转来产生人工引力。 目前计划由地球轨道上的建筑机器人, 来建造这座大轮子, 接着再把吊舱一个一个安装在旋转式太空站。 饭店包含主题餐厅、健康水疗中心, 以及电影院等娱乐设施, 完全不会输给邮轮, 最多可以容纳400位旅客。 该公司目前没有公开建造成本, 以及住宿费等细节。 除此之外, 他们也提到像是SpaceX的联影9号运载火箭, 或是未来的星舰等可重复使用发射系统, 都是能够让成本降低的工程。